不用 桌上東西好多喔 電動花袋 看得到嗎 你們這樣看得清楚嗎 4萬 不用 2萬 不夠 這樣看得清楚嗎 5萬 你好會猜喔 好像也不用這麼貴啦 這個小台的不用這麼貴 不過真的它的 續航能力啊 它的加速啊 各方面我覺得是 真的超乎我的想像 重點是在 高速 從高速速度從沒有到有 它的 減速讓我覺得很有安全感 它也不會突然的 像某些電動花板 它可能是 如果往後撥 它會往後跑 它其實只有一段 一種速度就是往前走 但它有 三種不同的模式 有最慢的 蝸牛 Snail 然後也有所謂的 Eco 跟專業Pro的模式 那 它會依照 會依照你在 學習的過程中 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式 然後 會讓你更容易 更快的上手 這個電動花板 那它最大的特色是以前 早期 一般滑板 電動花板沒有做 它的電池 基本上整個模組的話 它的馬達是藏在它的輪子裡面 那它的電池呢 是可以抽換的 所以如果 現在已經不怕說 萬一滑到沒電的話 如果你有多的電池 就可以像我們換相機電池 要立刻抽吧 換上另外一顆新的電池 那當然 它也是標榜說 當你使用久了 或是你想把它移植到別的滑板上面去的話 你也可以隨時就是把它 把這個 kit 移到你的滑板 但是我自己使用上的心得是 還是搭配Loaded的板子 我認為腳感是最舒適 因為像很多 店裡玩過滑板的朋友 就會知道 如果 板子 木板比較 腳板偏硬偏紮實 我們在路上跑的時候 那個顛簸 還是真的 我覺得 舒適度會有差 還是竹子跟板子 吸增的效果最好 那當然如果你速度越快 那個感受那個腳感會更 差異會更明確 所以這是我們最近在測試的 這是政府門的 這個台幣售價要 3萬5 但是我們有做保固 所以 但是 喜歡的朋友可以來給你看看 因為至少你今天有東西 可以讓你看到 長得怎麼樣 讓你摸得到 看得到 那他的開關其實 我已經配對過 所以按一下 然後 欸 我剛把遙控器丟到哪 我應該要先開遙控器了 那遙控器 我打開 看得到嗎 他就可以跟他做連線的配對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個連線速度是有點會 看得到嗎 嗯 在這裡嗎 對 然後 應該可以 我們吃吃看 哦 有沒有看到 輪子在跑了 小瓜哥 哈哈哈哈 蠻有趣的喔 是真的跑得很快喔 這聲音 嗯 小瓜在旁邊啦 好啦大概讓你們知道 這個是新的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店裡看看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 這邊讓你們看一下喔 這新的版型 這大概33吋